真是死了 不過我聽報道說他們不是第一次對決 打過了 我看了一個訪問 一個法國選手接受法國媒體訪問 他自己也說回答 因為之前是比Vivian打輸 所以對著他其實是有少許的 尤其是當他追回頭的時候 他不斷用花招 他說對他自己的心理狀況 其實他是很怯的 可能輸了 始終都是世一 大家今早可以看新天 因為郭明和家權 都有統合不同的媒體 將光維米的新聞 怎樣連炒幾天 突顯到很多傳媒機構不夠人手 炒來炒去炒去炒一些舊冷飯 怎樣去黑虎 苦戀十年 那些事情 但沒什麼人提過 其實在江文維比賽之前 都有人出來祝福他 獻文給他 就是強哥 我一定希望他拿金牌 因為他有出席我們 愛護香港青年 我一看到這個 你最好贏 否則強哥也很普遍 贏了 強哥也提早抽水 聰明 真的要給你掌聲 真是很好 我半夜起來看 我看得很緊張 心臟已經弱了 我一直都會跳 即是輸一比七 逆轉勝 一分一分地拿 真是很緊要 最慘的是 那裡是別人的主場 全部觀眾 九十幾個百分比 都是當地的人 你劍擊 都是歐洲帶起的運動 都是法國、西班牙、意大利 那些 可以說是國技 潰湖 都是他們的玩法 好 法國的總統坐在那裡 零零星星 香港都有的 有些粉絲 我看到香港特區期 當然 我們奧運那班 香港的奧委會人士 都在那裡 郭先生、霍老爺 霍老爺 秋水 秋水局長 局長都在那裡 就算有 中國的選手 有些都過了去的 都看到的 還可以的 但是佔的百分比很小 但是他的心態 當時輸的心態 真是厲害 其實他臨尾那裡 他不需要那一下劍都可以 我滑到一分鐘 因為他抽籤的牌 他贏了 加時那裡 對加時那裡 他因為那裡 就算大家滑到也好 他都會拿到牌 但是他不是 他真的要做出去 他寧可搏下去 這個真是給掌聲 真的見到 小一就是小一 真的沒得說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是那個心理質素 他都說他自己是擅長什麼 擅長什麼 面對逆境 打逆境球 反勝 逆轉勝 逆轉勝 他跟萬年一樣 很喜歡反勝 那些球隊最喜歡反勝 對 他那件事 我跟朋友一直在群組裡說 哎喲糟了 算了 人家發過主場沒辦法 輸就輸 不過他都打得很好 最後一分 有機會 最後一分 快來了 所以又證明什麼 要贏人先贏自己 你想贏這一場比賽 你要打贏自己的心理關口 沒錯 要冷靜沉著應戰 這個金牌是最適當時間拿的 因為香港的樓市 真的不要緊 馬會已經肯定是給600萬 對 是給600萬 對 但未計行生 還有可樂運動員基金 我想他自己個人拿 都應該過千萬 當然教練 那些劍擊 教練真的要贊 教練 怎樣都要分一塊 對 教練還有教練 教練上面的教練 教練上面的教練 再上面的教練 然後劍總那邊 會不會順手收拾一下 我想七除八扣 分一下給師兄妹 我想他最少拿800 現在香港最少買三層樓 因為現在二百多萬 好笑 昨天我看了一個帖 AM730出的 他說馬妹給600萬 他就說 光民會得到600萬的獎金 十大屋苑 只有一間是買不到的 人都瘋了 如果加上其他獎金 應該買到 太高城市 一定有很多 兩房五百多萬 我相信有些 加和山莊百多萬 我猜吧 專門買二十間 我猜吧 有些富豪、基金 到時都會送出 有些地產商 我猜額外再等出來 贏了就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商場、外賣 馬上有優惠 最像是地鐵 一輩子搭地鐵 我真是火了 還沒算壞機 首先我這樣說 就算他不是贏金牌 即是不是一個金牌得住 即是不是一個金牌得住 本身是江小姐 我相信 都有專車 一向都送這班運動員 即是不是他一個人坐光 整班都去村寧 整班都去村寧 各樣的 有幾個真的和你搭過地鐵 真是你老闆 抽一抽水 搭地鐵的張飛 真是火都來 我想熊樹行醫生 幫他做兩次 駁人帶手術 那個都找人 起碼 100萬賣給他 沒有他幫他搏那幾條筋 誰能打倒 這些貢獻 香港在公立醫院的 運動創科醫生 熊樹行醫生 我也認識他的 他真的很高明 也幫了很多香港運動員 他很熱愛足球 好像有阿仙奴等 所以既然報紙登了 熊醫生都說 人生真的好像很魔術 既然有提議 找人送回50至100萬給醫生 做研究基金也好 既然拿到金牌 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 這些所有有份的 各大贊助商的 見到名字就給 都不贊在 反正你放到 一連串都要送給他們 不是 基本上你慢慢都是虧了 現在香港的市場 你放到股價下跌 不如派了去 都挺震奮 是啊 和郭文維那個教練 真的要賺 他輸那麼多 他沒有 沒有聽電話 首先沒有聽電話 真是你老X 真的假的 我們去聽電話 教練只講了一句話 拍對方兩件 一次假一次真 他跟他這樣 提一提他 讓他繩一繩 你那邊不斷吵亂 到最後都知道 那邊追上來 開始亂了 你看看法國選手 他猛轉頭 跟教練 教練已經叫上去 你越叫他越亂 剛剛才 越來越亂了 人家在香港鎮定 只遞上那個壺 我相信那個杯 現在又炒了 士多啤梨加三隻 不知道是熊仔還是熊媽仔 我想問他是喝什麼 暖水還是什麼 我檢查過好像是日本大象牌 是嗎 這個要買 大象牌 如果那個牌子聰明 很快 是啊 我也想買回來 一生贊助江文惠 送回千多二千個去看種 我也想買回來 再給市民買多一點 士多啤梨杯杯 不過他對鞋就買不到了 阿Didas 特別是他的 那個型號好像停了一場 如果是阿Didas 應該重新再出一個 讓大家買回資料 我想更加多人會學劍擊 除了江文惠之外 張家朗 張家朗好像是今晚 但是另外花劍女子等等 都看到一些新星 不知道是否江文惠的效應 狠了很多 32進級16 雖然都是輸了 不過是19歲 打起來都挺瘋狂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看到花劍和重劍不同 花劍那些可以跳一下跳一下 像瘋狂的 原來是技術 我們這裏的很多員工都可以打花劍 因為很多都是瘋狂的 跳一下跳一下 我相信會不會因為呂劍神 他小時候曾經學習跆拳道 他的步伐性各樣 他因為為什麼學劍擊 因為他說看報道 因為他當時跆拳道旁邊 咦 打劍 看看莊牙斯 那步伐這麼像我跆拳道 好 我也學 我覺得有些幫助 你看到那些步伐 總劍又沒有薑絲跳 花劍又有薑絲跳 總劍就是真的打回公字步 但是花劍那些他們說 因為拿分和重劍不同 所以就可以拿著劍 跳得很厲害 另外一種戰術 但是你看到重劍的步伐 很少離地 但他前後也有李小龍的感覺 但不會像薑絲跳 花劍也有 不過這十年都發展得很好 其實你說香港的劍擊算很好 做到這麼好的成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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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張家朗上次拿奪金 熱潮 對 對 已經有很多小朋友去學 對 也有媒體報道 大家不要一窩窩 你想想你的經濟能力 當然 當然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便宜 那副裝束 那副裝束 那套衣服 那把劍 那些頭盔 整套東西 整套都皮皮 五位數字過外 還有 你不是說只訓練上課就可以了 你還要額外請教練再教他 當有些潛質 你還要有機會去海外實質 一連串的數字 真是天文的 我不是說看少大家的經濟 就不要一窩窩 先想想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